如果手机上的软件全部消失 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点餐软件没了 饿了三天的小姐妹顿时蒙了圈 肩身的大爷 也看不见自己的心跳了 正在视频的小姐姐 发现一批批消失 再也不能直播带货了 而正在打游戏的熊孩子 被这一幕吓得嗷嗷指教 伴随着导航软件的消失 汽车失去方向撞在了一起 而现在的年轻人 头发都拔光了 也没看懂地图上的位置 接着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 赶紧 此时马路乱成一锅粥 正在驶来的有关车 司机踩不住刹车 跳车逃命 又引发了大爆炸 城市的人们无比恐慌 原本有13亿粉丝的网红 只能拿着照片在街上宣传 而热衷特效的玩家 真的跑去医院 做了换脸手术 而之前爆火的电伤 只能拿着酷印器 在马路上叫卖 即使不要钱白送 也没有人理会 出租车只能换马来拉 随着手机时代的结束 小孩子再也不能打游戏 而被母亲带着 来到了久违的农村大集 体验真真切切的生活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表面上这是一部脑洞篇 用极其夸张的手法 说出了当代人对手机的过渡依赖 如果没有了手机软件 世界就迎来了末日 不知看视频的你 每天玩多久手机呢 据说不超过四小时的 都会越来越聪明 男人每天都要吃玻璃球 只要搅散下 就吹出一只热乎的灯泡 随后传给同事 用一千多的眼睛一瞪 通电完成 在这里工作 还给分配对象 让男人另有野心 将玻璃球藏在袖子里 然后一倒腾 转移到地上的包里 随后从耳朵里掏出图纸 计算自己的梦想 还差多少个玻璃球 这时老板突然出现 他赶紧把图塞了回去 连续吹出三只大灯泡 快到安娜差点蹬出了眼球 下半铃声响起 他们立刻起身脱掉工装 男人步行回家 换好衣服 把今天偷拿的玻璃球 倒进了罐子里 眼看梦想就要实现 可他还不会点亮灯泡 于是拿起一颗玻璃球 吹成100瓦的灯泡 对着他瞪眼睛 结果把自己扎成蜂窝霉 第二天 为了尽快凑够玻璃球 男人想到一个好办法 他把倒尿管插入机器 接着开始无限输出 藏在身后的老板 正好抓个现行 玻璃球刷刷的射进老板嘴里 吓得他们脸色大便 竟吐出巨型玻璃杯 老板气得火冒散张 直接吵了陈豪的鱿鱼 看着自己的梦想破灭 男人伤心的把图纸揉成团 扔在马路上 让人想不到的是 图纸经被同事捡到了 还带来一罐子玻璃球 终于凑足1000个 男人全部刀进嘴里 嚼了三分钟后 吹出巨型灯泡 在搭档的帮助下 奇迹发生了 只见灯泡像热气球一样 把两人带到了空中 照亮了整个小镇 人们投来羡慕的眼神 只有老板气得直跺脚 兔崽子把我姑娘扔下来 最后陈豪不仅实现了梦想 还收获了爱情 从没见过这么懒的人 楼梯不走 直接用屁股蹲的下去 等到朋友开门时 他才出来 在马路上也是一路翻滚 遇到台阶 刺溜一下滑下去 都这么懒了 还要找个姐妹倒滚 坐地铁时 也要躺在地上睡一会儿 到站直接滚下去 不知道你见过最懒的人是谁 比他还懒吗 累了的时候 就到处包里的饮料 给自己补充点VC 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来到了公司 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大事 一路睡觉都能有工作 用脚在给自己点杯咖啡 终于蹭到座位上 随便敲了几下键盘 就轻松转了200万刀 上个厕所之后 跟客户谈合作 手随意一指 就直接解决了问题 下班后他滚到酒吧 凭着不一样的舞姿 很快获得小姐姐的放心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人边睡边刷牙 接着一个倒立 双腿不断地抖动 就穿好了裤子 懒懒的一天又开始了 而另一边他的父亲 也是躺着去上班 用脸蛋点饮料 吃饭用嘴从来不用手 因为体重有点大 速度这一块 确实比不上他儿子 看完这个故事 你觉得男人这么懒 是遗传父亲的基因吗 帅哥养殖鳄鱼宠物 这天正烤着大鸡腿 房顶却漏水 女友有些抓狂 小哥立马用涂料修好 可水缸又漏水 随即用大力碗堵上 女友嫌弃房子不好看 马上安排 墙面又贴上带花的瓷砖 在女友的要求下 小哥又做了美缝 不料女友脚下一滑 好嘛 又做了防滑处理 见女友还在喋喋不休 小哥怒了 直接牵出小可爱 小姐姐这下没脾气了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不久以后 同时出现巨大怪物 一条千针中的鳄鱼 走一步地洞山摇 人们被吓得疯狂逃跑 很快巨鳄来到一处工地 包工头转身一看 妈妈咪呀 让人没想到的是 巨鳄说话了 你老 想踩不难不够 最后用小脚跺跺地面 墙面瓷砖瞬间掉落 用小尾巴砸向另一处房屋 瓷砖一个没掉 区别好大 最后他用自带的水泥 给包工头上了一课 这是太过广告 你能猜到是卖什么的吗 女人眼里流出了过桥米线 原来她得了怪病 只要哭得越开心 流出来的就越多 看着墙上儿子的遗照 不要钱的米线 滑滑地往外流 赶紧 原来女人刚刚失业 连杯酸奶都买不起 更没有食物给奶奶吃 她十分伤心 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突然眼睛里掉出一根米线 她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自己的眼睛 十天没吃饭的女人 捡起桌上的米线 馋得直接塞进嘴里 妈妈咪呀 这味道比猪肉都香 于是哭了一盘 赶紧端给年纪轻轻的奶奶 谁知没压的奶奶刚咬了一口 就点亮了 并且挨她给爱吃米线的小姐妹 只夸孙女的厨艺真好 随后女人哭了一小时 带着满满一盆的米线 在早适摆起了地摊 很快一个吃货被香味吸引 因为米线味道贼好 女人的生意好到爆炸 很快卖光了所有 只用一会儿的功夫 女人就成了富二代 看到有这么多的money 女人开心的跟屏幕前的你一样 可看着空当当的盒子 女人准备再哭一盆 但是憋了三天一夜 也没有拉出一根米线 为了能哭出来 她看悲惨的淡淡人生 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故意踢伤自己的脚 甚至是打翻祖宗的骨灰 也没有一点作用 而养了18年的儿子 让他眼前一亮 随后把哈什奇领进小树林 解开进链子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 想起这18年的奶粉千白花了 悲痛欲绝的女人 又哭出了贼好吃的米线 来买的人络绎不绝 只要吃过的人 都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很快她接到电话 有个投资人跟她谈合作 女人激动的 一下就抱住了大老板 可随后又脸色大变 因为开店需要更多的米线 看着小店爆满 女人这边却犯了男 因为儿子离世太久 他已经酝酿不出眼泪 看见奶奶的照片 想到奶奶是自己亲手送走的 瞬间贼好吃的米线 就源源不断的流了出来 那么如果你有这种怪病 也会选择买米线吗 男人脸上长出红色痔疮 胳膊和肚子也肿了起来 砰的一下爆炸 妈妈咪呀 这是什么玩儿了 吓得人群撒下腿就跑 怪偶却一蹦三跳的 狂奔在空旷的街道上 来到商铺前 张开凉蜜肠的小嘴 哭吃糟了起来 别人是吃饭 怪偶是连桶都吃得嘎嘎香 胃口那是相当的好 捉一板凳全都吃光光 竟然还没够碎牙缝 就在这时 两个男人举起了一次对准他 怪物瞬间暴怒 张开全是牙齿的嘴 把食物吐脸儿一声 这下谁也不敢动了 怪物黑黑乐了 以800米每秒的速度 搜了一下 咬住一辆汽车 直接吞进了肚子里 这也太可怕了 这时驶来一辆摩托车 看着张牙舞爪的怪物 哭吃一下 把棉签放入怪物嘴里 怪物的嘴巴瞬间被固定 咱也不能吃任何东西了 可怪物还吵着饿 没办法尘好拿出两块巧克力 扔进了怪物嘴里 仅过3.14秒 怪物就感觉双腿发软 光当一下倒在地上 瞬间晕了过去 随后把他困在笼子里 经过审问得知 这竟然是一只外星人 这么爱吃的外星人 那么你知道 他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呢 知道的请在评论区告诉我